是蒸的吗 对是蒸的 那我们排骨呢 就是这样三条 就是三条肋排就可以 掐头去尾 这个造型就是我们在四川市的那道菜 就像桥一样的 对啊 过桥小排嘛 是吧 好 我们这个排骨呢 给它放到这个开水锅里面 给它溜一烫一下 表皮 排骨放进去 其实这个肋排呢 是猪身上就是靠近肚腩位置 然后有肋骨的地方 对 那它呢 相对来说一个是 就是含有丰富的这种肉 就是大白质含量很高 另外呢 它还有白色的软骨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猪肉属于红肉 红肉可以提供这种铁元素 另外呢 还有粗银铁吸收的半瓜氨酸 还有呢 它的白色的软骨就给人体提供一个很好 一个钙质 是一个补充钙质一个良好的来源 王剑老师 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痛苦吗 在流口气 我的舌头整个被辣出了 有没有什么解辣的方法 可以推荐一下 对 就是很多人都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辣椒素呢 可以和舌头当中的 胃围细胞当中的一个 神经受体相结合 也知道 很多朋友就是 如果吃川菜 或者吃比较辣的菜的话 想拼命的喝水 喝水 对 越喝越辣 然后喝到最后的时候整个 尤其是喝热水 我的天啊 这就是 你要害一个人怎么办 请他吃辣的菜 然后给他倒杯热水 因为这种辣椒素呢 它是一种 脂溶性的 也就是说它不容易水 它只容易像 脂类的物质 还有像酒精之类的 这是为什么你在吃川菜 你觉得喝啤酒 你喝白水更解辣 对 所以说 最好的一个解辣的方法 是让你喝牛奶 牛奶当中 不光是它应该是 脂类可以解辣 可以让这个 辣椒素和这个食物体相脱离 另外呢 它牛奶当中的一种物质 可以帮助这个辣椒素的一个 从那个味蕾上的一个脱离 OK明白了 下次说再觉得辣 咱就弄点牛奶喝喝 说话间 大厨这边搞定了 然后我们这个超过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他把这个山椒酱呢 给他放到上面去 好 很多朋友现在看到这个步骤在想 是不是我自己不能吃辣 这个就跟我没缘分了呢 有没有一些这个防止吃辣上火 或者是防止吃辣上胃的方法 跟大家说说呗 实际上呢 有很多人担心 你像有胃病的人说 吃辣椒会不会让胃病 会更加重像胃溃疡 对啊 像胃炎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医学研究发现 这个辣椒啊 非但不会造成这个胃炎 造成胃溃疡 因为这个胃炎胃溃疡 主要是胃酸分泌过多 这个吃辣椒呢 反而会抑制胃酸的分泌 它会产生一些碱性碘液的分泌 所以说呢 你像对胃炎和胃溃疡的人 适当的吃辣椒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说是要试掉 因为本身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让吃辣椒成为一件痛苦的事情 那就不行了 没错 没错 适当的吃辣 对对 小吃离情 大吃伤身的 对 另外提到这个辣椒上火的问题 就是说你怎么搭配着来吃 就是说你可以吃一些良性的蔬菜啊 水果来中和这种辣椒的热性 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吸收了辣椒的营养 同时呢又不会伤到你的 不会让你上火 对 像今天这个菜您看到了 它是一道蒸排骨的菜 对 它相对来讲呢 就纯荤的素的很少 所以您最好搭配一点石令的蔬菜 配着一餐 最好了 来吧大厨 现在就要放龙筋中去蒸它了 我们就像这样给它铺一层 然后我们给它放到蒸锅里去蒸一下 提问周大厨 您确定就这一层辣椒酱就可以很好地入味吗 因为我们这个酸椒酱 这个酸椒酱它是已经有味道了 还有糖 有盐 还有酸味 还有辣味 已经足够了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 可以 您这个还真是法宝 我觉得那些刚结婚不久的新媳妇们 不知道怎么来做饭的 您就把这个酸椒酱搞定之后 老公买回来鱼 你就给它蒸鱼 老公买回来排骨就蒸排骨 老公买回来鸡就蒸鸡 总是什么都成了 你知道 我们在家里 就是我们蒸的时候 不一定非得蒸这样一整块 我们可以把它剁小 然后把它放进去 OK 好 那现在放到龙屉中去蒸多久呢 我们一般要蒸到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 静静能后 告诉你 这个是让我们这边不闲着的 因为高大厨要说了 既然有了好的酸辣酱 它就能给大家变出好多种好料理的大牌子 来吧 咱们端出来 品尝一下它 哇 把它从龙屉中取出来之后呢 热气当当了 哇 这个酸辣酱之后来之后的味道很浓啊 真的 这就结束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觉得像酒店的大菜 这不是酒店的大菜 我们在家里也可以 这是五星级酒店的大菜 是不是 来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清楚 现在酸辣酱铺在大牌上面 经过一个小时的争执 味道会怎么样呢 吃吃的也告诉你 来来来 我们一起享受它 来 好 来尝尝 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肉的味道 它没有那种烧过油烹过之后那种油的那种香味 它是本身肉的味道 对它不会让你觉得很腻的 没错 然后它那个酸呢 它那个辣呢 包括它这个肉粥出来的也不觉得油腻了 对对 就可能是蒸的缘故 所以这个我们酸辣的味道是渗透到这个肉的纤维当中去 对是渗透没错 渗透这次运动很好 如果你想让你家里的排骨也渗透一次的话 你先得做一点酸辣酱 是不是 今天谢谢我们的高大厨带来这么精美的两道菜 谢谢 同时也谢谢我们的王靖老师 谢谢 那有一份礼物送给我们的厨师咯 就是亲老虎记画的古发小辣花生的一桶私生的 谢谢 你不要感激 最后那大家还是要感谢圣斯特厨柜 感谢日本凯德宝陶锅 感谢羞水招言提供扭计食材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闻名商 亲老虎记画的古发小辣花生的对本节目带来支持 我是大老子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不见无散 拜拜